小屯正公所为了活动宣传 先让幼儿园的孩子体验拔萝卜乐趣 而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协助下 努力拔萝卜 开心的进行农师体验 拔萝卜 没有拔过萝卜 没有 拔完吗 拔完吗 拔完 我也拿到了 煮 煮什么 萝卜汤 这萝卜汤 萝卜汤 萝卜汤 阿嬷 来到萝卜田来当一日的小小农夫 让小孩子让幼儿们都能够体验拔萝卜的乐趣 在拔萝卜中可以体验到农夫的辛苦 让自己可以更珍惜的食物 公署利用二期稻子收割之后 农地休耕期间与农民合作 种了约五公顷的萝卜 将在一月中旬全部成熟 镇长减起前 特别与幼儿园小朋友 先体验拔萝卜的乐趣 今年刚好卵冬有提前 种了一批比较早期的萝卜 所以特别我们邀请 我们幼儿园的大班小朋友 全部来一起来玩拔萝卜这个乐趣 草存镇种植稻子面积 约1200公顷 农民在休耕期会种植油菜花 博士局等绿肥植物 花海景观相当迷人 公所也特别种植萝卜 开放民众自己采摘体验农事 最小的朋友他们得到这个乐趣 我们已经连续办了四年 还是会持续办下去 而且我们的品质 以及我们的场地会越来越扩大 现在已经大概有四个七 四个七 炒成四个七 这场农事体验活动将在1月14号展开 在南浦、兴丰、家劳里等地都有种植 还提供亲子拔萝卜去贵竞赛 有兴趣的民众可不要错过哦 记者上天福 草屯镇采访报导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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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